第178集 其实我这声喊是迷惑周志国的 让他以为我真的会去帮李玲 然后哥们甩出一张黄服 再转身解开几个妹子身上的振服 没想到李玲真当回事 一声喊提醒了周志国 那老独子不再跟他较劲 转身就奔我来了 我虽然有马甲里的黄服护体 却不敢轻敌 眼见周志国来势凶猛 哥们儿轮起了锁魂牌 朝着周志国脑袋很砸下去 周志国单手一挡 一群打在哥们肚子上 没想到老独的动作这么快 结结实实挨了一拳 打着哥们儿胃酸都快吐出来了 摇一弯 强枕猪腾筒 翻手再用锁魂牌去拍 大喊了声 追魂索命啊 索魂牌能够勾动人生魂的 周志国不敢硬碰啊 往下一挨 顺势抱住我的腰 可哥们儿也学乖了 并没有用尽全力 还留着劲呢 眼见周志国抱住我的腰 索魂牌一顿 潮压脑袋就来了一下 砸得周志国一声闷子哼 神魂颤抖了一下 哥们儿也没客气 往前一蹦 给他来一个西装 撞脑袋上了 啊 这老独子往后一仰 我上前一步 抬脚就踹 这几下动作 星云流水般的顺畅 打得周志国 压根就是反应不过来 想想也是 再怎么牛叉 那也是六十多岁人了 斗法或许哥们儿整不过他 打架还打不过他吗 我本想顺势再来下狠呢 没想到周志国 恋爱两下 还能稳住身体 不但稳住了 并且稳如泰山 我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门 反正我这一下拍下去 拍的脑袋了 跟他拍在石头上的感觉是一样的 真的手心发麻呀 锁魂牌没起作用 我急忙掏出一张皇服 就这么空当 周志国一个转身抓住我肩膀 我急忙用脚去踹 没踹动 接着被他拎起来 就朝床上五个妹子砸过去 我身体都腾空了 根本来不及反应 脑袋也不知道撞在谁胸口上了 反正是没咋地 还软乎乎的挺呆劲 耳听声惊呼 抬头一看 砸在茅山妹子身上了 连声对不起都来不及说 哥们儿急忙翻身而起 还没起力走 周志国又抓住了我 我急忙用锁魂牌朝着眼睛戳去 老独子一闪 这时候 黎玲收拾了虚号 一个跨不过来 金刚柱朝老独子后心使劲砸了一下 周志国被黎玲砸的相亲一塞 把我顶得动弹不得 到了这会儿啊 我们三个的打法完全是依靠本能 根本来不及摆招日斗法什么的 值班室就这么大 短短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已经是痘得各个身上带伤了 我双手双脚都被压住 惊急之下就想咬他一口 嘴都张开了 愣是没咬下去 毕竟周志国会古术 谁知道他身上带没带古毒啊 以愣神的功夫 周志国把我推到一边 一把抓起猫山妹子身边的落花洞女凌云 向后一踹 奔着黎玲去了 黎玲在周志国身后偷袭的 可是得心性手啊 没想到周志国如此狠毒 用凌云来挡他 急忙缩下手 可周志国却趁着黎玲缩手之际 翻转过来身子 一把抓住快要掉在地上的凌云 然后在他后心上猛的垂了一拳 凌云被他打的一口鲜血喷出 喷得那就一个远 那就一个广 跟那水枪死 李玲根本来不及躲 被凌云吐出鲜血溅到身上了 哎 我确实一愣啊 不明白周志国这要干什么 难道是看情形不妙 弄死一个十一哥 更没想到周志国打凌云一拳后 快速抓着凌云一个转身 月光下 我就见凌云在周志国的手中跟玩偶一样 动弹不得 脸色苍白的没有颜色 嘴角一出鲜血 说不出的凄惨模样 我怒吼一声 刚想扑上去 就见周志国又一拳打在了凌云后心上 一碰雪雾喷出 我和床上几个妹子 谁也没躲开 全都沾染凌云吐出了鲜血 鲜血落在他身上的一刻 我立刻觉得不对劲 因为鲜血不是热的 可是凉凉的 并且活物一样的融入了肌肤中 我吓得挑啊 朝身上去看 就见血迹一点点的融入了身体里 不由得一惊 知道这是着了老周的道了 可谁能想到这个道 会是凌云喷出的鲜血呢 老周显得可是得意 阴笑着说 你们中了心头骨 刚说到这儿 黎玲从后面用金刚杵 猛的砸在了周志国的脑袋上 黎玲出手太突然 周志国得意之中输于防范 他可能觉着 既然我和黎玲都中了骨 还能跟他动手吗 怎么都没想到黎玲不仅敢动手 动手那就是狠手 黎玲的金刚杵 是朝着老周的后脑砸下去的 这要是砸中了 不砸死他 也得砸成脑瘫了 周志国反应很快 关键时刻侧下脑袋 却还是被金刚杵 砸中了耳朵上方的头部 鲜血顿时流出来 周志国哀悠一声 急忙举起凌云去挡黎玲 黎玲砸了一下 没过瘾般的 举着金刚杵又砸下来 瞥着嘴角冷冷的说 老子也弄死你 再想办法挤你的骨 我本来是有些忌惮的 但黎玲都这么猛了 哥们差啥呀 手中锁魂牌就朝周志国后脑砸过去 前面说了 值班室就这么大地方 我们三个根本折腾不开手脚 而且我和李玲把周志国夹在中间 压得面对李玲就背对我 面对我就背对李玲 于是周志国又结结实实的挨了哥们一下 这回老独子没有再大意 而是抱着凌云挡在身前 朝着李玲就逼去 此时哥们有两个选择呀 一个是追过去 继续夹击 再一个解开这几个妹子身上的阵服 该如何选呢 选一 要是短时间拿不下周志国 哥们就得做辣 到时候想要解开几个妹子身上的阵服 会更加困难 选择二 要是周志国挟持凌云 突围出去 算不算是哥们的失误 有人说不是还有张溜溜吗 我也知道还有张溜溜 可是小弟跟金呢 不喊他帮忙 他绝不动手 我和李玲玲跟老周斗得太猛了 几乎都是下意识的反应 竟然把他给忘了 其实就算让张溜溜帮忙 这么大个地方也是周军不开 他也不会解伏啊 根本来不及多想 我立刻就做出选择 先把几个妹子身上的阵服解了 这么做有两个好处 首先解开阵服就等于是多了帮手 再一个也不用时刻替他们安全着想 如今谁是敌人谁是亲人 应该是很好别认了吧 哥们一回身 抓住离我最近毛山妹子脑门上的阵服 您送这雨 起阵起阵 无所不应 我写了毛山妹子的阵服 就听毛山妹子轻轻道 对不起 错怪你了 话说完 人就跟他弹簧死 揍下从床上下来 从怀里掏出个八卦小通镜 就朝着周治国后背砸了过去 哥们来不及细看 急忙给明拉结阵 而听李玲大喊道 姓周的 你头妈早就把凌云给迷惑了 成你的姑女是不是 我是她的神 她是我的新娘 凌云能为我献身 那是她心甘情愿的 诸位 今天分不出胜负了 你们中了凌云的心头骨 与她性命相关 她要是死了 你们几个谁也活不了 想要结果 来苗江找我吧 我忍不住回头一看 究竟被老周抓在手里 凌云脸色苍白的 没有一丝血色 双眼迷茫 口中不停的念诵咒语 蝴蝶骨横在她面前 阻挡住了李玲和毛瞻妹子 周治国却躲在凌云的身后 撤到了走廊里 周治国这老独子要跑 我急忙追上去 明拉跟在我身后 张溜溜刚要上来 我急忙到 溜溜 看好文平和鲁班淑妹子 我和明拉跑到门口 周治国退到了大厅门口 打开了门锁 凌云跟疯了一样 指挥着蝴蝶骨 不停盖地朝我们几个攻击 想要解决掉蝴蝶骨 就不见容易的事 我茫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 李玲突然把手中的金刚柱 当作暗器朝凌云砸过去 引领阵神 火力灰神 积极如令令 周语声中 金刚柱宛如离弦之间 朝着凌云击射而去 所有蝴蝶骨 纷纷闪避金刚柱散发出来的金色光芒 凌云却仍然在驱侧蝴蝶骨进攻 仿佛感觉不到金刚柱的到来 啪的一声响 金刚柱打在凌云胸口上 打到凌云向后一裂击 与此同时 我突然感觉胸口一疼 宛如被刺了一刀 忍不住弯腰 身边的明拉也是一声痛哭 捂住胸口 离令也是闷横的一声 周志国说 我们中了凌云的心头骨 跟他性命相关 开始我没太在意 以为他就是想吓唬吓唬我们 现在看来 真不是吓唬 凌云挨了一下金刚柱 我们跟着一样疼 要是凌云真的死了 那我们也不得跟屁了 哎呀 就等于性命操控在别人手中 我大吃了一惊 强忍疼痛抬头 只见周志国抓住凌云的后脖领子 跨出大门 直接传来他的声音 想要保命啊 带着两个要成型的鬼谷 一起来苗江找我吧 周志国怀疑未落 凌云的深情突然起了一团的黑烟 迅速弥漫开来 等我们赶到门口 周志国已经带着凌云 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我瞧着大门外漆黑的夜色 刚要追出去 突然觉着那里不对劲 周志国这老独子活了六十多年 在那个特殊年代 能够左右逢云 练习邪门法术 怎么也得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了 他还用得着跟我们赤膊相斗吗 念头一出现 我又想起我在用和和雷辛福的时候 周志国趴到地上还能动 难道是他早就知道 我们对他起了疑心 如果是这样 有太多的时间够他来布置 他却没有动手 这是为什么呢 而且他要是早就知道 我和李玉玲对他起了疑心 还用得着故意露面 让我和李玉玲堵在值班室 哥们本来是信心十足的 当了回福尔摩斯 现在看来 还是小看了周治国呀 都说人老成精鬼老滑 这话真是一点不参加 可他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不早操控凌云 给我们下心头骨 到最后当着我们所有的人的面 来这手 何况看他推出去的时候的模样 哪里有被我们收拾的 没有还手之力呀 他为什么不跟我们纠缠到底 反而要我们去苗江找他 又安的是什么心呢 哎 我脑子有点不够用的 好在我身边有好几个聪明的脑袋 我急忙扭头问李玲 周治国想干什么呀 李玲沉默了一下 对我道 快回值班室 别让老周杀个回马枪啊 我吓了一跳 急忙赶回值班室 眼见完颜平 鲁班淑妹子和张柳都好好的 忍不住长输了口气 事情到了这一步 周治国已经是追不到了 就算追到了又能怎样 凌云在他手里 只要他下了狠心弄死凌云 我们几个谁也活不了 怎么都没想到一场胜券在握的斗法 能变成这副德行 要说不沮丧是不可能的 哥们很沮丧的坐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 一动也不想动 李玲见我这德行 也没劝我 上去给完颜平和鲁班淑妹子 解阵符 完颜平解了阵符 走到我身边轻声道 对不起 我冤枉你了 我哪还有心情跟他扯犊子呀 小面被握在别人手里 我说过 面对阴邪之人稍有不慎 那就是万劫不复之力 要是当初完颜平相信我 我也不至于累得跟死狗一样 几人联手 还怕收拾不了周治光的老犊子 现在好了吧 弄成这副德行 我摇摇头 实在是懒得多说 完颜平脸色变得是苦涩无比 站在我身边也不再说话 屋子里很是沉默 想必刚才李玲金刚柱打在凌云身上 每个人都感觉到了疼痛 也知道事情大调了 沉默中 李玲解开鲁班淑妹子的慎服 突然扭头看着我道 浪总 我这怎么回事呢 周治国是故意这么做的 什么意思啊 别卖关子 快说 我急忙问 周治国这个局 从李璐璐看到鬼的那天就已经启动了 恰巧在开学的时候被李璐璐看到 我想周治国一定是感觉到学校里边已经是凑够了三个先天体制的女孩子 或许是明拉 或许是毛山妹子 李璐璐璐说到这儿 毛山妹子问 李璐璐看到鬼是哪一天 我回一下时间一说 毛山妹子疑惑 我那会儿还没到学校呢 我是新生 还没入学 那 他怎么可能知道 明拉开口说 我那天到了学校 我恍然大悟啊 洛哈洞女算一个 白云平算一个 学校里边原本有两个先天体制的妹子 明拉的到来也就凑齐了三个 加上鬼谷和李璐璐 也就凑个五个了 虽然效果不太强 也勉强成了阴差 您请个二十年 但老周肯定是没想过 正因为李璐璐看到了 才给我洗了封信 把我和李璐牵扯进来 我俩进入校园的第一天 碰到张扬恶作剧 误打误撞进那栋楼 那时候周治国就已经开始启动整个局了 而毛山妹子和鲁班淑妹子也入学 这自然逃不过周治强的眼睛 于是他开始 调整这布局 暗中把水搅乱了 把五个女孩子都引进楼里 第二天只是一个试探 试探各个女孩子身前 那时候鲁班妹子还没入局呢 所以周治国是忍住了 等待着今天晚上 不过他没有想到 我和李璐早就怀疑他了 所以他还是痛快的 把我俩放进来 接下来便是超出他的预料 虽然他不断的使手段 妹子们也开始自相残杀 也都被我和李璐阻止了 还把所有的妹子震住 这个时候他就不得不出手了 于是就有了刚才的一幕 可想要完成计划 已经是不可能了 于是周治国 无奈之下调整了计划 示弱于我们 趁机伤了落花洞女林云 在我们身上下了心头骨 然后掠走林云回到苗江 提前布置 如此一来 我们为了保命 不得不去苗江啊 四个妹子同样如此 周治国舍不得让几个妹子死 妹子们死了 她就年轻不了三十岁 想要凑齐五个先天体制的妹子 短时间内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啊